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刚才说什么 再说一遍 我高中毕业十年 如果我还单身 我就喝一落飞 凑我这过 在大学时代缺失的经典约会场景 没想到 才今天却补上了 虽然不会再刻意装嫩 但深藏的少女心 却总是不安分 这位师父不好意思 你能把车往旁边靠一下吗 爱情来的时候 是会有很鲜明的征兆 那天 我在地下车库遇见了她 但是我很确定 我对她还是会有那种感觉 我会心跳加速 我会情不自禁 没有纯粹的友谊 也没有纯粹的同事情 无非就是 暗恋者付出 对暗恋者享受 彼此假装不懂的游戏罢了 这是我名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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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